又來到天仔賽日的拜訊 提供給大家上次雲數據 有什麼好成績 上次師兄說買雲數據三倍以上的大推薦 所謂大推薦就是紅心推薦 有個深深最推薦的 黃色就是普通推薦 我上次試一下星期三的時候 其實也不錯 第一場大家應該看到 全場唯一的雙紅心推薦 雙紅心是最推薦的 雙紅心是最最推薦的 又是冷馬三倍以上 輕鬆入戲 我都中了 第二場沒買到 第三場推薦四匹雲數據 為什麼沒有買到 有些長次看到雲數據推薦較多的 那些長次好像不太準確 反而推薦三四隻那些 又準確一點 又準確一點又好賣 你推薦六七七八隻 其實也難買 但又未必是很準確 就算你中也好 又不知怎樣才能買得到 買得到又未必是贏到錢 所以我就偏向用雲數據 去看小推薦的長次 其實命中率都很高 說回第三場 他推薦了四隻 想買一隻開圍大少 但他只是普通推薦 沒有那隻大紅心推薦 即是紅色最推薦那隻 最後沒有買到 因為我看到希威心一連兩場 第一第二場 輸了兩隻熱門 我朋友說 看到當王騎煉霍雲星 頭場開了難 即是我的無敵精英 輕鬆入批雙鴻心推薦那隻 所以他就跟回大雲數據 買的龍戰士 結果又有 中了一批 去馬一大多 推四隻 中條位置 都不錯 去到第四場 不用說話 雙鴻心兼好分的推薦 去馬 不用說話 又有的 那隻單紅心的 其實 都入了Q 那隻二號 紅心推薦 其實都中了一條最冷的 二九的位置 第五場 沒有買到 第六場 又是雙紅心推薦 不過太熱了 熱到大熱二點幾倍 你給三紅心 四紅心 你給整條紅心 紅花筍 我都買不到 又是我剛才的朋友 大熱算 不要買軟 那就拖膽拖 三重彩都中了 其實這條紅心推薦 這條紅心推薦 派一千四百三十六元 他只中了Q 後面輸了一場 其實好幾種買法 都是中的 都是中的 那一句就是 中的範圍 那你其實怎樣買 都很大機會中的 你怎樣買到 那範圍根本 我給四隻你中了三隻 你除非真的買不中那隻 但範圍會縮窄很多 你看完之後 就是看了紅心推薦 相反 你如果是不中的 你想想爆頭 怎樣都沒有用 所以好幾場 其實真的什麼Q 都中的 即是正Q 位置Q 也有部分場次 是的確中不完 通常都是那些 很多推薦 很多隻推薦的場次 即是雲素給你聽 那場亂局 每隻都有人支持 大家看到 都可以避一避 這個都是雲素的 另一個可以用的用途 更甚至可以看到 那些不穩大熱門 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常常看不少 就是大熱門 沒有推薦的 那就不要了 大熱門 雙紅心推薦的 好像剛才那場 那樣的 熱門買不到 好像我的朋友一樣 蛋拖 或者買一些 單T三重菜 都可以很好分 對吧 馬會入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說過 送書包 如果想用剛才說的 運數據 再用其他功能 每個賽日 最便宜是$22 快手訂的 還有明日戰記的戲票 送給大家 都是雙年費的用戶 快閃優惠 先買就先得 送完就沒有了 雙年費很大 3,988 玩足兩年 一年八十八個賽馬日 玩足兩年 平均每個賽馬日 平均每個賽馬日 都是$27 報紙價錢貴少少 便宜過馬寶 想買的話 快點打上來 5536 1016 或者Whatsapp 和同事聯絡 說到那麼多 下次運數據 還有什麼好東西 跟大家分享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